很多人会称灵恩派 很多人会把所有经历圣灵充满也列为灵恩派 如果说大的类别是有五秦宗和灵恩派的分别 这是名词 但在五秦宗的重点 圣灵充满有能力传呼音 对于圣灵工作有些方面没有像灵恩派那么多的细节 灵恩派有很多细节 例如灵界有很多细节 灵界有很多研究 什么灵 这都是灵恩派来做的 还有地区性邪灵 这两个分别 灵恩的名词是由属灵恩赐的名词 即是charismatic 有属灵的恩赐 他就用了灵恩 其实那个词本身是好的意思 有属灵的恩赐 是绝对不是好的意思 但因为有很多人不接受圣灵工作 所以他们一听到灵恩 他们就会立刻不接受 这个是很可惜的 有些人问 你是不是灵恩派 我就说我不是灵恩派的方向 我如果接近 是接近多一点五尊宗 但我又不是完全是五尊宗那边的 就是圣经讲的模式 我就照着圣经的模式去做 比如中国之前有三个很伟大的牧师 是影响牧师传道 因为有一个他不称为自己牧师 三个人有很大影响 就是宋尚哲 王明道 和 毅托星 三个 而这三个 其中宋尚哲 是有很多神迹歧视的 但他又很清楚说 我不是灵恩派 他说到那时候 有些人是灵恩派 他说我不是灵恩派 但他做的事 如果今天来说 那些人又会说他是灵恩派 但是很多教会也接受他的 就是传统教会也接受他的 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影响力很大 就是全中国和东南亚都很大影响力 很大的改变 他的聚会都是很多祈祷 很多医治 有很多广道 很多人悔改 那些人看到他也是跟圣经 但他说不是灵恩派 他意思可能就是说 不是灵恩派做某些事情 对于灵界的解释 那方面 其实他也是按手祈祷 有些人有经历圣灵很强的工作 这是一个名前的 灵恩派 人们问我 你是否灵恩派 我就说 我是接受圣经所讲的圣灵聪明 我跟着圣经所讲 而有些人会说 我们也接受圣灵 那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分别就是说 我是接受 我们可以强烈地经历 神的喜乐平安 他的能力 他的感动 而且是随时随地的 随时随地的灵恩 一开放立即可以经历 第二 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经历圣灵 和经历圣灵的工作 如果你问我 我形容我那个 在圣灵上 我如何形容自己 所以我就说 开放圣灵 但有些人 我们也开放圣灵 他们只是开放圣灵的感动 悔改认罪 那些 我就说 我开放圣灵 开放圣灵的 他比较 异能性的工作 圣经有讲到 但我们强调 异能的作用只是见证神的道 异能不是我们的目的 而异能只是证实所存的道 这个是马可福音16章20节 有时有些人会这样说 他说 你祈祷是否全部100% 全部得意志 圣灵圈子的人说 不是 他说 我们都不是 有什么分别 这是很多人说的分别 他又是祈祷有些人得意志 我们有些人得意志 有什么分别 我会这样回答 在普通的传统教会里面 他们为人祈祷 他们多数看不到马上的迹象 即是不会看到这个人 立即经历圣灵 或者看到他的病 立即改善 通常来说是没有那么明显 有时但他祈祷了之后 过了一轮 有时即时也有些改善 有些地方不痛 但就不会看到他很强烈的圣灵的彰显 但在我们为人祈祷 那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一头入祈祷的人 即时会经历到圣灵的 当然不是100% 是很多人都会 是会即时经历到神的平安 轻省 有时他们都会说是有的 不过他们不知道 原来这可以作为一个量度 一个量度的方法 他们就不会说 我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轻省 越来越感动 即是神的同在加强 他们就没有这一种 在神学上没有提到 这个神的强烈的同在这一点 在圣灵的圈之下 就会说到 越亲近神 就越有强烈的同在 就会见到越多人 即时得意志 他们说 是的 有些有 不过有些没有 那有什么分别呢 那我们都会回答他 譬如圣经说到 保罗说到他神迹很强 那些人在他身上 拿手巾和围困 放在人身上 都可以医病 赶鬼 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 他说 我初次传方给你们 是因为我有病 他自己说过 他也说到 提波泰 就是他的属灵的儿子 他说他身体不好 你可以稍微走 并且他说到 有些神的仆人 一起服侍他 他也说到他有病 就几乎要死 所以 保罗也不是祈祷一百分之一百 得意志 而且 曾经门徒和人说邪灵 也说不出 耶稣来也说得出 这类的鬼 你要禁食祷告 就是说 很明显 耶稣行神迹 和 就算是 仕途 行神迹 都是有分别的 所以这个分别 不代表我们 不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只是 我们不是神 所以我们 不像耶稣 行神迹那种能力 但是 这个不否认 我们是有神的能力 真的看着 人会经历到 分别在哪里呢 我就会说 当我们自己 投入用灵 爱慕神 是即时可以感受 圣灵的临在 以及 也可以教导人 这样做 他们也可以即时 经历到神的同在 那么 加强圣灵的同在 就加强了神的工作 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 分别就是加强了 阿尔 一本当你 一路 一本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